大家好 我是韩璐 大家都很喜欢的法拉利大马力硬顶的跑车Portofino 进行了中期换代 那换代了之后呢 我带你看一下更新了哪些地方 很多朋友可能还不了解这个车啊 介绍变化之前咱先简单看一下这个车 这是在法拉利序列里面属于是GT这个序列 它可以坐到620马力 马力数很大 同时是硬顶的敞篷 前置发动机 后轮驱动 这个车简直就是三亚神车呀 太舒服了 在一个很美的天气里面开着它 真的是非常帅 也是很多朋友去追捧的一个最入门的法拉利 因为车价并不贵 只有260多万的一个价格 好 那么现在再来看这次的变化点 首先呢前列相对于前款 尤其是这个位置的变化是最大的 变得更加夸张了一些 很多人说的上一代的外观相对比较收敛 没错 这一代呢稍微嚣张了一点点 但是还是很收敛的 因为它的超级跑车的序列才是夸张的 如果把它做太夸张的话 是不匹配的 它侧面的变化呢 主要就是这边的轮拱出来的这个导气口的开口 延伸更长了 上一款的话是没有延伸到这儿的 如今这个导气槽延得非常长 需要注意的一点啊 这个导气槽里面非常完美的碳纤维的材质是需要选装的 法拉利现在全系列的所有车型都标配碳陶瓷的刹车系统 但是卡钳的颜色是需要选的 这个车呢为了衬多七面 所以并没有选一个很亮眼的黄色 而是选了很低调的黑色卡钳 尾部最大的变化还是这个扩散器的尾杠 这个新造型看着是不是特别的帅 并且你到我视线的侧面来看 突出了很多 但还是那句话你觉得非常帅的碳纤维的这套组件 还是得需要选装的 如果你不选装的话就是黑色压光的ABS的材质 然后重点来了就该是这个排气尾段了 现在呢它把尾段的销声器直接就给取消了 因为它中间增加了符合国6B排放的颗粒捕捉器 所以排气管音量一下就下来了 去掉尾部销声器之后变成了直通的排气 增加了排气阀门 日常情况下是关闭声量比较低 打开阀门之后声量就能一定程度内的恢复原来的跑车的声量 但是不可能跟原来的声量是一样 因为国家新法规 对于排气管的声量要求很严格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硬顶厂门车的后备箱大概有多大 手动的 就这么大 这个躺着的情况下 勉强能塞一个登机箱 也就如此了 因为这个硬顶的折叠机构都得去侵入后备箱的空间 别有太多的期望值 好 外观跟后备箱相对前款变化并不大 但是动力的系统反而都变化挺大的 我们到这儿看一下 首先这是一个前置发动机的跑车 但是它的发动机其实严格来说的话 钢体已经在前中后面了 可以算是前中置的这样的结构 那这个发动机的本体相对于前款并没有变化 还是3.9T双涡轮增压的V8发动机 但是它的涡轮管理系统变化了 所以涨了20马力 现在可以做到620马力 620马力作为一个200多万的 一个硬顶厂盆的法拉里 其实动力还是非常充足的 现在就可以做到3秒多的加速 当然了你听3秒多加速也没多夸张 因为现在基本上是个电动车 稍微快一点都3秒多 但是一个汽油的入门的法拉里 做3秒多还是挺爽的 好 那在这里面呢 它最大的变化来自于整个变速箱 变速箱现在变成了 8速干式油底壳的湿式双离合的结构 整个的体积及重量都有下降 并且重心也下降了 但是很遗憾我们这次并没法着车 所以我并不知道 刚才咱们说的后面的排气管 去掉了尾端销声器 变成了阀门之后 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音量 但是比较好的一点是 现在这个车已经可以选了A-DAS系统 虽然还没有车道保持 不能做到像现在智能电动车那么的方便 但是起码自胜巡航是有了 开着它在一个比较美的海滨公路 自胜巡航还是挺爽的 好 我们现在坐进车内了 这个车的行驶证还是四座的版本 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2加2 这边坐两个成人 后面的这小位置基本上只能放包 或者是宠物 但是呢它是有儿童安全座椅接口的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位置 标准的儿童安全座椅肯定没法卡 因为卡上之后靠背是有厚度的 它往前的腿部空间并不够 但是你放那种标准的儿童坐垫 还是有一丝可能是可以做一个儿童的 但是这第二排的靠背太直了 做小朋友的话 这小朋友也是一个完完全全这样的姿势 很垂直 小朋友也会很难受 所以这个位置基本上还就是放包 零星放点宠物也都到头了 那么事前还是回归到前面的两排标准的坐姿 气氛还是非常跑车的气氛 因为你的驾驶员的气氛 营造主要是靠方向盘 中间的仪表 包括这边的引擎的体动文件 及法拉利很经典的多种模式的选择 这个角度看过去 这就是个标准的法拉利的跑车 中间的黄色转速仪表 包括运动的方向盘都很帅 同时这次新给Polofino引进了赛道模式 及湿滑模式 这是它新的两个模式 OK 其他一些细节 新的液晶屏 包括副驾驶的 驾驶状态的显示的小屏幕 这些都是在的 这个出风口的手感非常好 一个万象球的感觉 它原配的这种很典雅的 雪豆腐红的座椅 非常的帅 手感也非常的好 并且视觉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挺有档次感的 你视线里面在这个车看到的 所有的探线件 也属于是选装配置 法拉利的选装跟保时捷不太一样 不一样在哪儿呢 保时捷有很多的 机械及底盘的操控架是可以选的 但是法拉利两三页的选配零件 大部分的都是外观内饰的风格 并且这里面尤其以碳纤维件为主 所以其实你说法拉利选配选的多 主要就是看你整车碳纤维选的多不多 驾驶体感方面呢 我左脚踩的这个踏板 非常的舒服 这个角度 同时副驾驶前面也有金属的踏板 这应该是标配的 很棒 很舒服 同时我这个车应该是选配选了不少 GBL的音响 包括这边的座椅机翼都是有的 这个是不容易的 咱们再说这个椅子 椅子的皮质肯定是非常好 同时这样的运动风格的椅子 肯定是会比较硬的嘛 这个没有任何说的 但是椅型而坐的非常的舒服 这个椅子一点都不像是特别局促 比较难受的那种的超级跑车的座椅 这椅子的舒适性还是不错的 挺舒服的 尤其是符合我这种音域75 85公斤的身材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升级 这个车在中期改款上 第一次引入了热风绕颈的功能 热气会从这个位置吹出来 也就是我脖子跟这块的区域 都会是比较暖和的 虽然并不是什么新功能 但是确实是这辆车第一次引入的功能 也就是说在春秋天的时候 大概在温度5到20度之间 开起来有点凉的时候 这功能是非常实用的 但是在纯冬天你就没戏了 那就是太冷了 你再怎么绕井也吹不过来 你流失的热量 好 砍完一圈这个车之后 我觉得这个车的产品力 毕竟是一个硬顶敞篷 很好看的法拉利 并且能做到620马力 还是个V8 如今能买到这么大排上的发能力 越来越少 同时这个价格我觉得263万还好 只要你不选赔那些 很夸张的碳纤维价的话 基本上也就是这个数了 这个车是在明年2022年的 第三季度才能提车 而现在是2011年的第二季度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那你需要干嘛呢 你赶紧去三亚 厦门这些很美丽的 临海的城市去买套房 因为只有那样很美丽的海滨公路 敞着盆 吹着很舒服的海风 才配得上这个车能带给你的一个意境 好吧 赶紧去吧 喜欢记得分享哦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